今天早上起来称是104锦 想学一些做饭 可以当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或者当我是一个可以送我吃的人 这个还挺厉害的 所有人见到我就给我发吃的 还挺厉害的 哈喽 头条新闻观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今天让大家给我准备了很多问题 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吧 第一个问题 娱乐 哇哇哇 哈喽 作为一个吃货 你是如何做到吃得多又长不胖的 哦 吃得多长不胖 其实我是那种 有时候一吃可以吃很多 可以吃很多 但是我也可以很久不吃 不要学我有点暴饮暴食 但那是以前 我现在好很多了 这段时间我是早晚餐都有吃 而且开始吃一些青菜之类的 以前是只吃肉 我最胖的时候应该有130多斤吧 将近140斤了 最瘦的时候不到100斤 我今天早上起来称是104斤 好 第二个问题 花边娱乐网 你唱歌的时候有时嘴巴张得很大 网友说都能看到你的小舌头 你是不在乎还是只要把歌唱好就行了 哦 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唱歌就是有唱歌的方式 我们唱歌舞台表演者一定是从作品的角度去出发的 有时候为了表达一个作品的时候 你的面部肯定是有时候会很争吟的 一切都以作品为第一 优先考虑 哈哈 下一个问题 头条鸡 为什么对徒手抓蚊子和苍蝇有执念 最近有学会什么新的生活技能吗 嗯 抓苍蝇啊 我觉得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很调皮 就是上课的时候 你有偶尔会走神 然后看到一些在活动的东西 我就会可能注意力被他们吸引走了 比如说那个夏天的时候会有很多苍蝇 然后在课桌上 然后我就会被吸引走之后 我就想尝试着看能不能抓住它 结果练着练着练着 既然学会了这个技能 我也不知道顺其自然吧 对 新的生活技能暂时没学会 但是我准备要学一个东西 就是我想学一些做饭 尝试着去做一些 自己在外面吃不到的东西 自己做穿物 这样 这部分还挺不一样的 那你们想做什么 我很想做一些 看起来很简单的 然后主要是吃食材的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甜品 因为我很喜欢吃冰淇淋 还有一些甜的东西 下一个问题 花边新闻 想拥有奇目男熊哪一种超能力 犹豫的话选三个 想用来做什么 哦 超能力啊 奇目男熊超能力当然是 飞瞬间移动 哎 其实有瞬间移动就不用飞了 那就顺便移动嘛 时光倒流 它有个最厉害的技能 就是能给全世界的人洗脑 这个太厉害了 你们可以给你们洗脑的吗 像他们洗脑的那种 洗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哦 我就觉得 就是可以当我是一个古代的人 可以当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或者当我是一个可以送我吃的人 觉得送我吃的是理所应当的 哦 这个还挺厉害的啊 是不是所有人见到我就给我白吃的 好下一个问题 黄辉红DW十三鱼 可不可以用华权宇的演唱方式演唱一首儿歌 哦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我真的唱不下去了 怪怪的 小千娱乐 都知道你特别的宠粉 那在新的演唱会上 都给现场歌迷准备哪些可以预告的福利呢 今年演唱会我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舞台 是四面台 然后并且这个舞台搭建的方式会让我离观众非常的近 看过我演唱会的人都知道我的现场是有很多摇滚的音乐 然后并且和观众的互动的音乐会很多 所以离观众越近呢 大家会感觉到更嗨 而且还专门有为演唱会去创作了歌曲 然后也会有集体的大合唱的歌曲 还有一些今年的新专辑的歌都会放在演唱会上面首唱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新秀老仙 请问今年11月2号的演唱会结束之后会给自己放个假吗 那计划光棍节怎么过了吗 11月2号啊 11月2号演唱会结束之后 我又加了一场在11月3号 所以结束之后我只能回酒店立马睡觉 然后准备第二天的演唱会 那11月3号结束之后呢 我就想好好的和准备演唱会的人一起吃个饭 开开心心的 我们可以一起喝着酒聊聊天 可以给自己修一个小假期 光棍节 光棍节是11月11号对不对 双十一嘛 我也不爱购物 这个节其实对我来说 好像没什么意义 好 下一个问题 西游大鱼记 作为HCY148新团宠的 萨萨会出席演唱会吗 可卷容须乍揪 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我演唱会应该会剪头发吧 而且我演唱会之前 我想要有一个闭关的时间 因为我要把专辑里的音乐 全部都做出来 这样好在演唱会上面可以首唱 花边新闻 去年演唱会飞了 今年的惊人之举会是什么呢 花 今年的惊人之举 我会用另一个方式 另一个方式再飞一次 我今年那个斗牛设计出来的效果 真的挺厉害的 我还要怎么惊人 再惊人就钻火圈 钻火圈 钻火圈 下一个问题 头条新闻关 这次演唱会还会有挨这首歌吗 有的话你这次又做出哪些改变 我本来第一场是没有准备要挨这首歌的 因为票没抢到 所以又加了一场 歌单里面可以考虑一下把I放进去 因为I这首歌它其实特别的意识 我觉得它可以有很多种很艺术的形式来去表达 倒可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新的玩法 华晨宇歌迷会 听说你也参与演唱会抢票了 说说你抢票的感受 加场抢票会不会再接再厉 我演唱会抢票真的 我很认真的去做了这个事情 我还定了闹钟再提前一分钟通知我 然后我那最后一分钟我就一直等着那个时间 然后刚跳的时候就立马点 第一步我有成功了就是我选择到了就是那个1280的那个票 点成功了 但是点进去之后好像要点确认提交还是 我忘了那个词是什么 然后就不成功了 哦怎么都不成功 哦那一刻我真的 我太难了 其实我有点点失落的 那些抢到票的人真的挺厉害的 所以就再加一场 然后再抢一次 我要再抢一次啊 我觉得我能抢到 如果再抢不到 再抢不到我就再加一场 再抢一次 头条娱乐 近几年花花好像和前辈们有很多接触 包括朗朗 费玉清老师 还有沈维老师合作了艺术舞蹈作品 生息 前辈们对花花也是赞不绝口 从前辈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从前辈们身上能学到的东西太多了 尤其是跟像沈维老师啊这样的艺术家 跟他合作的时候就会交流很多艺术层面的东西 会让我觉得哦 原来其实很多的事物存在看似矛盾 但他其实也很相对 然后就会让人觉得 哎这个东西他可以打开了我的 另一种思维模式 像朗朗朗歌演奏技术 非常的顶级的 跟他在一起也是会交流很多音乐 他也会听一些关于我的人创作品 然后也会给一些指导 费朱朱呢其实就就非常可爱了 因为他很值得人去去品 品的一个人 就去品他 因为他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灵魂 他通过他的这么多年的经历阅历 他的思想是一个很有养分的 然后每次跟他在一起交流 就觉得可以吸收到很多养分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包容度的人 我觉得跟他聊天会很安心 OK 好 谢谢 好 谢谢 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